对于1998年当时魏加斯兄弟呢 趁着老字号的卫权公司发生加变 他们结合了市场派大局买入了三成五卫权的股票 要让这个黄信家族创办人退出 而这个60年老牌的食品大厂现在爆发了黑心油事件 也被立委质疑 鼎心身为卫权最大的股东 却将低价买入的油品转价高价卖给卫权 有赚取暴利之险 出席卫权60周年运动会 魏加斯兄弟又是推车又是重数 展现十足亲和力 看准老字号食品招牌早在1998年 魏加斯兄弟就排除众议 坚持高于市场的价格大局买下 靠着卫权在台湾站稳食品大厂的角色 这样的一个年纪半世纪以上的这种老公司 是他资金操作上面最方便的一个管道 眼光独到鼎心魏加早在2009年 归于返乡回台发行TDR之前 1998年就趁着魏权加骗 结合市场派拿下了35%的股权 掌握三分之二董事会习次 隔年更是让魏权皇家完全退出 鼎心掌握全局 但没想到这次的黑心油事件爆发之后 才发现 鼎心居然把100元买入的油 高价以265元转卖给魏权 中间获利全落入了魏加人口袋 这次的鼎心跟魏权之间的关系呢 就有点类似说老板自己私下的进步 那因为鼎心自有机能他没有上市 他只要代工他就能够赚到非常多的钱 那这个钱其实跟魏权是没有关系的 两间各式的招牌还挤挤相连 可以想见过去皇家呢 是同时掌握了食品以及车市 不过如今食品江山一主 皇家人也跟着转去低调 当初失守魏权的皇家后代 如今全面退出食品业 全新转战车市发展 万万没有想到这老自豪的食品招牌 在黑信用事件中中见落马 恐怕心里无味杂层 看在魏权小果冬的眼中 想必更是不声唏嘘 谢谢您先无家婚台北采访到